哈喽各位同志朋友,大家早 我是志永哥,今天是7月18号早上10点 7月18号,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7月18号是什么样的日子呢? 7月18号是台积电要法说啦 先前呢,我们跟大家提到说 台积电的法说,这边释放出的讯息会影响加权指数的发展 如果台积电的讯息呢,如果释放出来是偏向乐观的话 那搭配目前资金泛滥的情形 电子股呢,有机会呢,再走一个旺季效应 如果电子股呢,有机会走一个旺季效应的话 加权指数呢,这边呢,这个区间上远呢,才有机会突破 因为我们都知道,电子股呢,往往是人气的所在 电子股呢,如果有旺季效应的话 这边呢,成交量呢,就会跟着放大 成交量呢,放大呢,这边呢,才有机会突破这个区间上远 突破区间上远呢,甚至呢,有机会呢 再次挑战今年的高点 所以台积电今天下午的法说呢,就非常的重要 那台积电的法说呢,我们要留意一下什么 这边你要去留意一下他的第三季展望 第二季呢,营收超标啊,这边呢,EPS呢 第二季的单季 EPS呢,优于一起呢 大部分是市场的共识,那这边你反倒是要留意一下第三季展望 接下来中长线的营运展望 包括这个华为跟三星呢 对台积电公司的影响 甚至先进制成的进度啊,或是资本支出的金额多寡 这都会影响到这个 市场上这些专业投资人对这个台股的后续的判断 所以台积电的法说呢,非常的重要 这边呢,就要特别去留意一下 先前台积的填息呢 台积的填息呢,带动了后续的除全息行情 那台积电的法说呢 就会带动了台股接下来的发展 那台积电的法说,不管是好还是坏呢 这种更还是要提醒大家 缺口的位置呢,非常重要 目前的加权指数呢,就是6月19号到10900 这300点振幅相当大的区间 那这缺口万一跌破的话 那形态上呢,就会开始呢 转为一个比较弱势 缺口只要没有补 加权指数呢,就是站在多方 6月19号到这个10900这300点的区间 就看这个台积电法说呢 会释放出什么样的讯息 如果台积电法说没有太乐观的话 反而是中性甚至的偏向保守 那这边你就要开始小心了 因为呢,外资在这个区间上面 他的筹码是比较偏向保守的 那当然外资也是在等待台积电的法说 所以目前我们的近代台积电法说 到底讲了些什么 那不管讲什么 你这边就是留意一下6月19号缺口 6月19号缺口千万不能跌破 那这边呢,我们一样再追踪一下几个指标 原有美国公债值率跟美元指数 那我们看到原有呢,昨天是小幅度的压回 那再来看到美国公债值率跟美元指数 昨天呢,也都是呈现一个压回的情形 那目前看起来都是在一个区间附近整理 那投票,这边要做一个要提醒大家 这三个指标呢,这三个指标呢,非常重要 这三个指标呢,影响到全球资金呢 到底会怎么走 尤其我们有提到说,这全球呢 负值率公债来到13兆美元 13兆美元呢,会看的这三个指标 接下来这13兆美元要怎么去流向各个不同的资产 就是看这三个指标 那其中的这种认为呢 这是13兆美元呢 如果外衣效应的话 最有可能是流到股市这类的风险性资产 因为当这个外面外债环境的开始风平浪静之后 这资金呢,就会parking在这些风险性资产 所谓的风平浪静就是没有所谓的系统性风险 当不确定因素开始减除之后 这资金呢,又会开始外衣效益 那昨天呢,因为这川普呢,又讲了一些话 虽然使得了美股做压回 但是压回呢,这边的小幅度压回 并没有跌破红色这条线 没有跌破红色这条线的话 就是依然呢,持续的反复震荡 反复震荡的过程中 有机会再持续盘间 有机会持续盘间 只要不跌破这红色这条线 那这边呢,就是持续震荡盘间 我们可以看到SPUBAR或是NASDA 昨天呢,都是小幅度压回 那再来我们看到肺半 那肺半呢,昨天是小幅度的上涨 所以整体来看的话 这个美股三大指数呢 还是处于一个盘间盘 那再来我们要提到这个美股总市值 跟这个负值率公寨 目前呢,美股处于一个震荡的格局呢 这有个认为就是受到这两个因素影响 那这两个因素影响呢 我们也在先前呢,跟大家提过非常多次 这美股总市值呢 除以GDP呢,已经来到了历史,接近历史高点 那往往往往年呢 就接近历史高点的时候 这边呢,不一定会马上出事 这边呢,会持续震荡 等震荡呢,等GDP呢 接下来的发展 那震荡的过程中呢 只要有风吹草动 就很容易呢 就很容易形成一个下沙段 你可以看到这边震荡过后 就是一个下沙段 震荡过后呢,就是一个下沙段 虽然接近在历史高点这边呢 你要提高警觉 这边呢,你的资金随为呢 要做好一个规划 这边呢,你可以将多空操作 将你的风险稍微给降低 因为这边接近到历史高点 那这数字不一定会马上出事 但是出事的话 这边呢,会很容易形成一个重挫阶段 那这边不容易形成重挫阶段 除了除了这数字不一定会马上出事之外 最重要还是这个负值率公债 那负值率公债这边呢 哪怕是只要外一一兆美元的话 这边风险性资产呢 都会引起很大的波澜 所以目前就是这两个数据呢 在做拉扯 那这两个数据呢 在拉扯呢 所以使得每股三大指数呢 会用震荡盘间的方式 那我们呢 可以接受它震荡盘间的方式 但是呢 如果它是用一路喷出的话 那这边呢 就会很容易形成一个泡沫 所以呢 这张图呢 这张图呢 这张图还是要提醒大家 M的右边最经典的走势图 我们呢 还是不厌其反的跟大家 这边呢 万一缺口 加紧说万一619号的缺口跌破的话 这个每股呢 跌破了重要的这个红色线的支撑的话 这边呢 形成爆点 它很容易呢 会形成这样连续中挫的主跌段 所以这张图要提醒大家 这边呢 经济数据衰退呢 已经呢 来到了一个扩张尾声 所以来到扩张尾声 这边你反倒是要特别提高警觉 尤其是进入降息的循环 降息的循环呢 往往不是一件太好的事情 这边降息短多长空 短多长空 那么最后呢 如果在降息呢 还是没办法挽救经济的话 就会形成这样的阶段 你可以想象 每股总市值处于GDP 那如果GDP呈现萎缩的话 那每股总市值还能维持在这个高档嘛 所以这这两个数据的这样概念 是这样去推算而来的 所以这边呢 你要小心一下 万一出现爆点的时候 那爆点呢 我们就是关心一下6月19号的缺口 还有BIS指数呢 这边是不是开始出现很大的波动 那在6月19号的缺口 还没有封闭之前 你就是要尊重一下这个盘 这个盘呢 没有缺口没有封闭的话 降息指数呢 就是会站在多方去做思考 那这边呢 很多人提到顺势操作 顺势操作 顺势操作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顺势操作呢 就是你要尊重一下盘面上的变化 盘面上这边缺口没有封闭 站在多方 如果你这边呢 硬是要去做空话 那这边呢 反倒是会很容易受伤 基本面衰退 这种也是看得很坏 但是呢 这边我们要先尊重一下 在货币宽松的一个资金行情 货币宽松的资金行情 将指数呢 撑在高档 那撑在高档的这边反复震荡呢 主要是为了营造高峰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 一路以来跟大家讲的都是始终无音 这边M的右边呢 开始反复呢 反复震荡之后 就要准备迎接一个重挫的主跌段 反复震荡 反复震荡 主要是为了营造高峰 短线上钱再砸下去 会将指数呢 撑在高档 虽然这个整个架构是这样的 整个架构呢 你就只要留意 6月19号的缺口 有没有跌破 同时呢 MIS指数有没有出现暴跌 虽然这边我们不厌其烦 跟大家讲说这盘的后续走势会怎么走 就是希望大家能避开 这很恐怖的这一段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哪一些个股 在7月初的时候呢 我们跟大家提到 你可以去留意三个族群 第一个族群呢 就是所谓的挖矿概念股 那我们可以看到 2376的 2376的技嘉 或是6150的汉逊 都走了一段 那另外一个族群呢 我们跟大家提到 你可以去留意一下 这记忆体个股 那记忆体个股呢 我们在7月初的时候 跟大家提到 这边在市场上 还没过度去渲染说 这记忆体报价飞涨 那等到记忆体报价飞涨 讯息出来之后 事实上已经呢 是成为市场上 要出货的一个对象 你这边进去买 就变成了会被市场上 倒货的一个对象 那第三个族群 我们提到的是什么 第三个族群 我们提到的是生计类股 那你可以看到 生计类股呢 这几天走得非常强势 尤其是今天的资金 大部分都跑到了生计类股 所以我们在7月初的时候 跟大家提到 这个三大族群 已经都开始慢慢发酵 开始要准备收割了 从7月初的这个挖矿 概念技嘉跟汉讯 再来是记忆体的8299的群年 或是这个3260的 3260的微钢 甚至是2337的这个旺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这生计族群 那生计族群 到底有哪些个股呢 我们可以看到1795的美食 横盘了一段时间之后 开始往上涨 那再来我们看到科研1786 也是横盘了一段时间 开始往上涨 所以这边的生计院 你要做生计类股 你应该去找找尋个股 你应该去找尋了这种 横盘一段时间之后 然后向上突破了个股 那这种横盘一段时间 向上突破了个股呢 往往呢有机会呢 走一个小波段 所以生计类股呢 在生计月之前呢 这边呢都还有一个题材 可以去做操作 那除了这三个族群之外呢 我们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跟大家提到 这个除全息概念股 我们跟大家讲 这个大数据统计呢 有一些除全息个股呢 有些个股在除全息的时候 当天上涨的几率非常大 有一些个股在除全息之前呢 就会先开始反映除全息行情 就会开始先行上涨 那有一些个股呢 这边在除全息当天 没有太大表现 但是往后呢两个月呢 这边填息的几率呢非常大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期 最近呢跟大家提到 比如说3034的联永 3034联永 这边呢我们波段获利呢 也是来到了三成 我们呢这边用大数据统计 统计呢哪个胜率比较大 胜率比较大 胜率比较大我们进场 甚至呢我们进场去开杠杆 我们开杠杆来扩大我们的获利 延永了我们获利来到三成 那像先前前前前 我们跟大家提到的 6568的宏观 也是创了波段 还原全息创破段新高 或是群联也是还原全息创破段新高 再我们跟大家提到的 1256鲜活果子 鲜活果子呢我们波段获利呢 也是来到三成 这边呢还原全息 也是创了破段新高 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讲 有一档个股 这边呢这种认为呢也是有蛮大的几率 这两个股呢就是5483的中美金 在前一天呢我们跟大家提到说 这个6488的环球金呢 是机体价格非常受惠股 加上除全息上涨的几率比较大 那昨天呢除全息的时候呢 果然是有做上涨的 那我们呢适度的开杠杆 我们用全正去做操作 这边获利呢也是来到一成到两成 所以这档中美金呢在下礼拜呢也要除息了 这种认为呢这边呢也是一个双重买点 第一个机体价格非常收回股 第二个除全息上涨几率大的个股 这样的 这样的同时有个双重买点 这种认为这双重买点 胜率又再提高了不少 那胜率又再提高不少 这种的这边呢会再准备呢去做开杠杆 所以这边目前除全息行情呢 还会是在还会是市场上主流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很多个股呢都走了一个 填席行情就像比如说 我们跟大家提到 这个两个因为这边填席几率大的个股 比如说像4958的真顶 真顶呢已经呢还原全行创了颇段性高 昨天呢是呈现一个大涨的 所以大数据统计资料呢 我们呢帮大家筛选出个股呢 来让大家呢可以进行操作 比你用拆多或拆空呢都会来得好 那如果呢这边呢有双重买点的话 我们呢试着用这全震呢去开杠杆 用全震开杠杆呢可以提高我们的报酬率 那这边要再次跟大家讲 全震是一个好商品 那但是它也是一个坏商品 每一个商品呢都有它的好跟坏 你只要熟悉这档商品的特性 你就可以善用它 全震的商品是什么 你参全震商品的好处是什么 你参加这个除权席 第一个不用缴税 甚至你可以提高杠杆 再来第三个 它的交易成本比你交易现股要低的非常多 但是它的坏处就是它有个时间价值 同时有时候券商会刻意恶搞调一下引波率 让你原本可能是赚钱的 却是变成赔钱的单字 但是这些我们都可以透过一些方法来去做避免 我们可以慎选某些比较有品牌的券商所发行的全震 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来去做避免 那有的投资朋友说 这个全震没有成交量 那这边众哥又要跟大家讲 这边你的观念就大错特错 全震的成交量绝对不是看目前成交的几张 你要看的是目前的尾卖盘 尾卖尾卖盘呢 这边挂单量是不是充足 券商的报价是不是有充足的报价 所以这边要全震壮哥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商品 那投资你可以去善用 善用的话你也可以像我们一样 这边善用的话我们可以提高我们的杠杆 个股也许只有涨了2%到3% 但是我们的全震有可能已经赚了两成 甚至到三成 像先前我们跟大家提到的3034的联勇 联勇个股上涨5% 但是我们全震已经获利三成出场 所以这边全震是一个好商品 这边你可以献股跟全震互相搭配 互相搭配之后 你的报仇率自然而然会提高不少 那同时我们跟大家提到的6568 这宏观这边获利三成 那鲜活果汁也是获利三成 联勇鲜活果汁 红观甚至到群演 群演也获利了两成 这边三成又三成 这边三成连三拉三 没有大莲装拿来的大赢 所以这种歌要跟大家讲 这边这种歌还有一档个股 也是除全息机会上涨几率大个股 同时也是目前盘面上的主流 我们买主流赚趋势 那这样三成三成又三成就自然而然很容易 我们就是拿到手 同时我们还会适度的开杠杆 开杠杆会让我们的报酬率更漂亮 我们拿少部分之间来去博大 我们拿少部分之间来去博大利润 所以影片下方都有相关的表单连结 那这种歌欢迎大家来填写加入我们这个公三成的摩月 那再来这种歌还是要请大家 持续锁定这种歌的FB股育消息或是 Lite股动人生 这种歌在上面会有一些及时的多功讯息 要跟大家做分享 我们下次见咯 谢谢拜拜 拜拜